接下来这个新闻是我的老本堂了 也是其中一个我不想要继续在服装界打滚的原因 因为实在是太扭曲了 一开始从女生穿个什么奶头若隐若现的衣服走台步 后来就变成根本就没有穿衣服走台步 整个服装界简直就变成饥饿游戏里面那些脑子有问题的人一样 越来越没有底线 越来越没有羞耻心 却被说成是自由是进步的 现在这个影片是一个十岁的变性男孩 被他的父母说服成自己是个变性人 觉得自己是个女神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社会到底变得多扭 一句话 一几句话 什么是平常的 什么是平常的 它是2022年 没有人知道平常的平常 它是 cool to have that title 它 shows that I actually am like showing other people and kids that being transgender isn't bad 什么是平常的 studied and it's amazing to see her get so much recognition for she said just been herself no L it's just such a special person and obviously were biased as her parent and it's amazing that other people could just see that as well transc engages not any different from other kids we were just foreign the wrong body pretty much and we found we just switch korgen doors if we're no 我刚刚说他们的父母 刚刚的影片有看到了就知道 很明显他们并不是这个小孩的爸爸或妈妈 是两个变性的同性恋 两个女人把自己变成男人之后还爱男人 I don't know I don't get it 我为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还去读了那个文章 那个小男孩的生父 因为他的妈妈为了女权而变性 然后把这个小孩的父亲赶出家门 而且夺取了这个所有的监护权 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必须从此消失 不能对自己的孩子有任何教育的意见 很明显这一切都是 因为那对女童性恋的变性情侣 对于这个小男孩的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虐待儿童吧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 这两个人渣应该要被抓起来被关 他们对这个小孩做的事情应该是违法的 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在美国历史上 一直以来都是违法的 虐待小孩一直以来都是违法的 直到最近这几年 这个如果是发生在十年前的话 这个小孩应该会被社工带走 然后那两个变态应该会被抓起来 关进监狱或至少去精神病院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活在一个没有是非的世界里面 神经病变性人可以公开的领虐小孩 把一个小男孩打扮成一个完全物化的性爱玩具 让他们在时尚舞台上面走台步 然后我们不能批评这个样子的行为 我们还要称赞还要庆祝这样的行为 这样子变态的行为 好自由好多元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些保守派的人思考的 就是我们是坏人吗 美国是坏人吗 我们看到很多非常极权的国家 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 但是他们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他们有允许凌虐小孩 让十岁的小男孩心灵扭曲成这个样子 却不制止吗 在美国的基督徒必须要思考一下 还有哪一个国家 比美国更像《启示录》里面的巴比伦大营铺 美国之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美国之前很保守 很努力 很坚强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只是变性人的议题 就连政治层面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的美国总统 用FBI当成是自己的秘密警察 用这些组织来消灭自己的政敌 抄川普家 抄保守派的律师的家 抄家买票的Mike Lindell 这些不是集权政府才会做的事情吗 8万7千多个持枪的国税局探员 要来抄你家 充公你的财产 这不是法西斯跟共产主义才会做的事情吗 同时他们却指控我们是法西斯 说我们是国内恐怖分子 这些是我们认识的美国吗 我们的政府在鼓励坏人跟暴徒 打砸抢我们的国家 不起诉 不逮捕 不关押任何的坏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说美国正在由内而外的腐败 自食恶国 自我毁灭 是一个轻描淡写的说法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是巴比伦的话 就是正在变成巴比伦 当我们的国会议员说 要call to arm 使用暴力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很多人在说宗教跟道德观是私人的 我不敢转发PHC 我不敢转发AI news 我觉得他们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万一我被攻击的话怎么办 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把我们的价值观 强制的放到社会里 我个人不支持这些什么 十岁小男孩被变态的父母洗脑 然后在纽约的时尚州里面走台步 这些我都不同意 我不同意这些人要的东西 但是我会为了你说这些东西的言论自由奋战到底 No 现在不是这个时候了 那样子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我在这边拜托各位基督徒 拜托各位牧师 拜托各位教会 把我们的疯狂的价值观 直接左派说我们疯狂的价值观 道德观 信仰观传达出去 跟我们的小孩传达圣经的价值观 我们在什么都不做 就真的完蛋了 我就是个宗教狂热分子 我就是要传达圣经的价值观 我就是不在乎教会那一套虚假的合一 因为在那个影片里面说的非常清楚 那个小孩说的很清楚 2022年了 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对错 我们必须要消灭这个样子的思想 我们就是要当宗教狂热分子 因为这是唯一拯救这个国家的方式 我们要反击 我们要强壮我们自己 守护我们的家庭 建立我们的社区 It has to come to this point 我们必须要当个狂热的 热血的 不怕死的 不怕迫害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现在就住在现代巴比伦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